我們前幾天其實剛完成了一個 算是蠻大企劃的挑戰 那你 我看到第一個補給了 看你現在要跳了 一定可以 一層一層 我忘了開 我忘了開 好的 受精的命運 YES 今天要挑戰的是 武嶺 我覺得心裡有點緊張 就是 上次看哲未 他挑戰那個 九六連賽的 武嶺啊 然後騎上去做超多功課 然後還吃 就是一些養生的食品 然後照顧自己的飲食 然後每個禮拜都這樣子 很辛苦的訓練 我這次也是想要看騎 就是注意飲食開始 然後調整自己的體重 然後能減輕自己的負擔 然後多多練習 就是爬坡的這種路線跟功課 我覺得其實準備起來 雖然可能沒有他的50% 但我覺得我應該會盡全力 就往上衝 但是要依照自己的步調 跟自己練習的那種課題 去慢慢的找到自己的節奏 適合自己的節奏才能慢慢上去 要找自己的節奏 我的節奏就是要省力一點 先去清淨開始 會比較省力嘛 開什麼玩笑 從平地開始騎 我差不多80%的體積都沒了 從哪裡開始挑戰 才能輕易攻頂 加油 準備要出發了 休息夠久了 準備夠久了 真的要出穿了 我們要去從清淨開始出發 往五嶺前進 加油 從清淨開始出發 平地真的是很滿熱 而且很黏黏的 雖然還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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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山上 感覺真的乾爽許多 我覺得 又佔到這個小小的優勢啊 你要拚盡全力上去啊 每次都看人家挑戰成功 都覺得很困難 可是自己一定要輕聲四字 才知道 登頂的那種快感 小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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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 既然都已經 就是 允許我從半城出發了 一定要想盡辦法 攻頂啊 加油加油 GO 加油 可以 機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又覺得剛剛好像很平緩 現在騎一下,現在又變抖了 痛苦指數開始攀升了 會越來越痛苦 你現在看起來很輕鬆耶 我現在沒有,其實我沒有很輕鬆 我只是搶言歡笑 而且,越來越有那種壓迫很緊張的感覺 身邊的人越來越少了 等一下要找一個平緩的地方 再起步啦 加油!加油! 不要故意喬機器好不好 會不會發生 會不會故意 喔!機器OK了 沒有喝了 可以吃飯了 走囉! GO! 水 水 鍋子 水 上面 水 所以 油 - They keep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for - Oh, just be the stupid - Rock into it - They keep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for - Oh,下坡了 得到救贖了 我的雙腿 - They keep coming back- They keep coming back for - 看這個紅紅是什麼 - 這什麼綠洲啊 - 我們補給到了 - 終於靠第一個補給了 - 啊 太開心了 有人在偷懶 減輕負送500克 繼續上路 偷懶 太偷了 洗手會減輕重量嗎? 可以降溫啊 可是上面好像很冷 GOGO 剛剛結束翠豐這個補給點的休息 稍微調整一下 補充水分 吃一下 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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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血一點 剛剛血是紅色的 現在 黃偏綠 補一點HP回來了 然後現在這段 溫度也不會太冷 結果剛剛好 坡度也不會太陡 滿 舒適宜人的 你只要看 我還可以在講話的話 這個坡度不夠 沒有很陡 阿只要看到 我不是很想講話的時候 就是 嗯 嗯 嗯 呵呵 嗯 嗯 開始很抖了 而且路 看起來越來越窄 然後又跟 汽車才會 互閃一下 難度開始變得高囉 OK了 繼續前進 Go Go 走 不錯 不過 往淵風這段 還會比較開闊 然後看得到景色 而且比較曬得到太陽 所以 開始 我覺得 那種 路段也比較平緩 踩起來 心情就好太多了 剛剛就是 覺得很冷 然後 過度也蠻陡的 接下來就是 比較吃力一點 而且 現在這邊 看到風景就會覺得 壓力沒那麼大 就照 稍微再平緩一點的 步伐 慢慢踩上去 一定可以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這裡比較好睡嗎 這裡比較 在這裡和緩一下 高島推出的 愛舒服 I-Volt Safai 一聲令下 說到做到 智能聲控系統 只要呼喚 一聲令下 說到做到 只要動口 他幫你動手 零重力的模式下 以身可以輕鬆的向後傾躺 讓重量分布於全身 呈現自然放鬆的姿態 手動模式下 可以搭配以上的四種方式 根據不同需求 可以自由調整區域 特別是肩頸的部分 透過揉捏跟敲打 真的是按起來非常的放鬆 在跑步或是騎車後 腳底非常疲勞的情況下 在腳底的部分 也加入迴轉止壓的滾輪 腿部甚至可以拉伸到18公分 TAKA牆也在手肘跟雙腿的部分 都加入了美型太空氣囊 SL導軌 則是按照身體曲線來設計 可以緊密貼合 頸、腰、臀、S型的曲線 愛舒服I-Volt Safai 是你的最佳神隊友 膚淺節即將到來 大家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一直偷懶 偷喝水 現在有毛起來才會多踩一點 看保持這個效率 平穩的進入下一個補給站 又開始怎樣說話了 欸 欸 以為很穩欸 一直被我 很亂的 TEMPO 打亂節奏 因為他很難行 好 要進入一個陡坡了 沒辦法講話了 GO GO TUYA 好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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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延下要到了 一定可以 好,前面有點下坡 可以和緩一下 或是退 還可以還可以 沿路還是很多 小朋友都會開窗戶加油 有點小動力啊 慢慢穿到了 完蛋,被追到了 我讓你30公里 我讓你30公里從地理中心被出發 結果現在才到哪裡 過冤風而已又追到你了 你是不是有點太偷懶 你天生神力啊,沒辦法 沒有,你剛剛的速度是怎麼樣 節奏提升起來 剛剛有比較快一點 蛤?你怎麼講的 又心虛是怎樣 腐爛是不是 你明明就 我看 我看那個最速攝影師 以為說 停了很多次 可是他剛剛 有覺得我 稍微節奏好一點 快一點 剛剛他那個西洋 真的有快一點 西洋 剛剛有吃那個 靜藥就這樣 有差 可是我那個消耗超快 我那個無敵星星 那種 比較美 等一下有一段算是 就是過冤風最經典的 也就是大家 車友俗稱的蛋高坡 為什麼叫蛋高坡 因為他在那個 路線上啊 你是看得到 就是他在左邊上面的山上 然後他就是一直這樣連續的S型 然後那一段 怎麼樣都到不了 你就會覺得 天啊,我等一下真的要騎那段嗎 然後你會那時候心裡算是一個 就是心魔 開始找上你的最大關節 在那邊 會很辛苦 因為那邊的平均坡度也大概有7到10% 然後你騎起來 已經腳很痠了 但是你又覺得終點看不到 但是只要撐過那段 就到昆陽了 才到昆陽 到昆陽就已經快到了啊 到昆陽就下一次休息點了 請你不要再路中間再停下來 這個路這麼窄 太危險了 下一個點 我們到昆陽再稍微休息一下 如果你可以騎完 清淨的話 我跟你講全世界的那個 那個 你的夥伴們的驕傲 他都覺得哇,你都可以了 肥胖蟹的驕傲 不是我講的 出發了啦 太久了啦 GOGO 這什麼蛋糕 這洋蔥吧 一層一層的剝開 我的心 你會發現 你會來 看不上去了 就像我騎不上去一樣 啊 好累喔 真的好累 我已經征服了第一片蛋糕 還有很多片蛋糕 都快吃不下了 還要吃吃 就是要吃完了 就是要吃完了 啊 一邊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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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到 太五個國家公園這塊 石碑這邊 然後 其實有點想不到自己可以到這啦 但是 因為 中間其實也 騎的 偏慢一點 就是 希望 不管多慢 都要到最上面去 然後 我們現在到 就是 昆陽這邊的補給站 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我開始有一點 抽筋的狀態 因為前面其實我都沒有抽筋 而且我很 我之前騎那個 就是 每一打金連百K的時候 那次抽筋抽得很嚴重 我就很害怕抽筋這件事 所以其實從 一開始我就 一直有在吃鹽糖 然後 多補充水分 就是很怕 爬著 高坡 會突然抽筋很痛 然後 等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就繼續往 武嶺前進 今天一定可以 挑戰成功了 GOGO 最終還是 躲不了抽筋了 有太多汗了 終於還是 逃不了 抽筋的命運 要終點 要終點 終點 只剩 這樣 只剩這樣 可是怎麼走都不會到 還不快點出發 可是抽筋了 我拉一下 我馬上就到 快被關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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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會這麼瘦 為什麼他會這麼瘦 他從天母騎過來啊 他從天母騎過來啊 他怎麼那麼瘦 他從天母騎過來啊 太強了吧 我也可以到湖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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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我們都公開 不錯耶 我們在兩邊手機所開 終點騎完了 所以你剛半程其實在後半段 我看起來在這邊休息蠻舊的 你現在故意假裝用塞車的時候 在那邊停下來 我是為什麼那個外面漂亮 是嗎? 你那邊不是用走的 走到剩下三百公尺才可以 因為大抽筋啊 就抽筋 開始有那個髒話的感覺 好啦 先休息一下 做 完成那個三二七五 雖然只有半程 可以半程 但我覺得他真的值得鼓勵 恭喜挑戰成功 有沒有看到這個熟悉的背影 這熟悉的背影 熟悉的場景啊 算是我們應該是在什麼時候啊 兩週前 兩週前在這裡 一樣做過一次結尾 那一次是我痛哭流涕啊 那個真的是騎到真的 我剛剛上去有痛哭流涕 有嗎?有畫面嗎? 偷哭 用偷哭的部分 我今天騎的全程 真的是有點辛苦 因為我全程在那邊前後推學生啊 幫忙拍照 我騎了五個半小時 你今天是騎半程嗎? 對 是從 清淨 最高小七 在前面一點 在前面一點 清淨就出發了 然後全程大概應該是 接近三十公里 二十幾K 你第一次騎這個山 感覺跟訓練有沒有 什麼帶一大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常常被帶去 騎豐貴嘴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其實它那個爬升的差異 跟這個比 滿接近的齁 就是只有最後很像 但是其實中間沒有那麼陡 對啊 其實烏嶺南的地方 是真的在它的氧氣稀薄之後 你會很喘 然後尤其在後面 已經累積前面的疲勞 但我覺得你今天表現 算還不錯啦 你的成績騎多久 你有看嗎? 回去要再看一下更精準的 大概三四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其實那個時間真的是 滿辛苦的 而且牽車也大概 應該有超過二十次吧 牽車 沒有那麼少吧 沒有那麼少 那你今天那個 該次的果膠補給 怎麼都有遲到 都有遲到 OK啊 我覺得這個武嶺挑戰 對你來講 算是有點 太過分了 說實在了 因為以你的訓練量 來跑這個武嶺 說真的難度太高了 但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把你的距離 只改成半程 但我覺得就是讓你感受一下 這個真的那種痛苦的感覺 下一次你在拍攝的時候 才不會是說 趕快再衝 沒力了 還要衝這麼喘耶 真的不行 所以今天算是給你一個 見見四面 感覺一下 所以我覺得今天 滿感謝以為的啦 就是一直陪著我這樣騎 然後 一直都 一直都很正面這樣 就讓我覺得 很有力量 很感動 嗯 那你下次還會想要來 再挑戰一次 武嶺這個路線嗎 沒有 還好 沒有很想 但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是要 挑戰看看全程 真的假的 對啊 全程耶 他比今天再多20公里左右 就是 呃 先不要講 推不推車 抽不抽筋這回事 只要有完成就好 不管用走的 對 用跑的 反正你是推車衝刺王 應該OK啊 對啊 這我專長我最強 好啦 今天影片差不多已經結束了啦 我們這個是 呃算是 臨時起義 帶著天武縫離所下來 挑戰這個 就是西進武嶺半城的路線 我覺得也算是 對你來講 算是一個 越級打怪啦 那接下來 期待你在 體能 狀況 提升 體重下降的情況下 應該可以在爬山 變得更輕鬆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學生 他大概瘦了快15公斤 他原本要花錢去買輪組的錢都省下來 騎起來一樣有效率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這個 好不好 有啦現在比較彈不起來 OK 好啦 影片在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叫楊哲瑞 我是田補風天鎖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